馬英九的死亡之惡 正是神預言 他最好去幫謝國良 站台的時候 舉手舉高一點 舉久一點 然後喊 相信謝國良 就相信習近平台武動議嗎 台武動議 還是投同一票 對 還是同一罷免 還是保不出你們如蕾火的黨軍 馬英九這個活動宣傳裡面 已經指示我們了 大家要懂得拆糧之外 還要懂得拆字 怎麼讀呢 這裡面叫霸梁 反而挺善 要霸梁 反而挺善 要霸梁 這個就是馬英九替謝國良 站台的目的嘛 我的天啊 他再換眼鏡說宣布好消息 說要換了一副眼鏡 只不過讓他更清楚的看到 未來的情勢叫做下台 而民眾要聽到的心聲 不是你換了好一副眼鏡 民眾要聽到的好消息是 跟各位報告一個好消息 基隆換了一個新市長 這跪謝上帝的一個場景呢 是他當選基隆市長之後 當天晚上的一個狀況 那麼其實我印象所及 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 非常的虔誠 為什麼最近在這個罷免風暴之中 傳出他有去招宮廟 怎麼回事 不只招宮廟 還補助了宮廟 所謂的七百萬八百萬的預算 而且他還去朝天宮拜拜 真的假的 為什麼去朝天宮拜拜 明明你應該去基隆的廟拜拜 為什麼跑到北港的朝天宮 原來傳出拆糧團體在五月的時候 拿抽到在北港朝天中抽了一個籤詩 籤詩裡面顯示天靈 天意 順應天時 所以要抽到這個籤詩跟大家解籤一下 他這個籤詩裡面怎麼寫呢 綠柳蒼蒼正當時 任君此去做乾坤 花果節時無禪蟹 重點這句 沒有剩餘的謝國良叫無禪蟹 福祿自有親家們 好籤 這是拆糧團體籤的 那個順應天時 籤詩的重點是他是順應天時 而且擁有計畫時 就是擁有霸糧行動時 因立即行動 一份辛勞 一份收穫 總共四萬三千份的收穫 就送到所謂的 從基隆市選委委屈了 所以家庭中如果有瘋癲之人 這指的就是基隆市如果有瘋癲之人 剛才我們看到基隆市長的表現 不就是瘋癲之人嗎 要立即處理 所以拆糧團體抽到這個0千的時候 謝國良也知道不妙 趕快要跑去 而且真的很不妙 你看居然第三句是什麼 花果節時無禪蟹 無禪蟹 沒有蟹 剩餘的蟹國良 我就是蟹國良幾層好好 沒有蟹 其實我們說真的 掛就是個人這個牽絲來解讀 他說沒有殘蟹 他只有完整的蟹 這個掛像很有趣 這個掛像叫火火 大家看掛像 水火記記 水火意思是說上面是水下面是火 上面是水下面是火 就牽涉到你面臨問題的時候 人要怎麼做嘛 如果上面是水下面是火 你要滅火的話 就是冷戰要把水把火滅掉嘛 但是國民黨竟然選擇了熱戰 讓四萬三千份的聯署書 送到基隆市選委會 這四萬三千份聯署書 就夾一個鍋 鍋就水火起來 會火越燙 越燙的時候就滾起來 所以整個屁的人 而且連鹿龍靶都來了 就滾起來了嘛 大家就怒火衝衝了嘛 又一個煩惱火焦點下去 所以水火記記掛 才是這個所有各方在行動時候 選擇的正確與否的錯誤 但是基隆市因為這個滾 已經水已經滾起來了 所以他們要把這個頂打破 把四萬三千份聯署書認定不算 所以弄出一堆的奧波嘛 但是我要講說 這些裡面都有很多的 法律爭議問題 如果未來中選會認定是有效的 那個你不是把它頂打破啊 你事實上火越來越旺啊 到最後整個水都會被滾起來 這個就是水火記記掛 謝國良所採取的一個錯誤的方式嘛 另外我來講錯誤的方式 還有一個叫做馬英九 這也是神預言講神預言 馬英九的死亡之禍正是神預言 他最好去幫謝國良站台的時候 舉手舉高一點 舉久一點 然後喊相信謝國良 就相信習近平台武動議嗎 台武動議 還是投同一票 所以還是統一罷免啊 還是跑不出你們如賴國的黨軍 因為謝國良 馬英九這個活動宣傳裡面已經指示我們了 大家要懂得拆良之外 還要懂得拆字 怎麼讀呢 這裡面叫霸良 反惡挺善要霸良 不是反惡霸 因為惡霸的霸不是這個霸 也不是善良 善良也不是這個良 所以我們要讀好 叫做反惡挺善要霸良 這個就是馬英九替謝國良站台的目的嘛 我的天啊 他再換眼鏡說宣布好消息 說要換了一副眼鏡 只不過讓他更清楚的看到 未來的情勢叫做下台 而民眾要聽到的心聲 不是你換了好一副眼鏡 民眾要聽到的好消息是 跟各位報告一個好消息 基隆換了一個新市長 這才是好消息就對了 大家想要聽到的好消息 好我們來看看這個國民黨大軍壓境 網友說你們國民黨要那麼認真 也不會丟了中國了 現在來到了台灣 為了守一個小小的基隆 居然連馬英九這位老先生都請出來了 你們國民黨到底是怎麼算的 我們國民黨要反清復明 台灣頭不可以丟掉好不好 台灣頭很重要 因為基隆市是比台北市還要藍的地方 藍大概5% 那好 那基隆如果都丟掉的話 那以後二零二六的選舉 基隆算是很難很難的縣市了 好 那再拉回來 就是我覺得我的看法 不要搞一些小動作 就正常來 對 然後直球對決 你看看韓國瑜對不對 開大門走大陸 罷免就罷免 我現在還不是立法院長 可可可不能這樣 他真的被罷掉 我覺得F4可以救他 國民黨F4 盧秀元的中間票 韓國瑜的基本盤 蔣灣的年輕票 那侯友宇的本土票 沒有點到馬英九耶 沒有 你真的皮很硬耶 馬英九票比較寬是兩岸票 習近平的票是吧 是反清復明的票 所以我覺得應該這樣說 就是你點的人都還沒有去幫忙 要去 因為還大概剩九十天 現在七月十月投票 連署 連署你不要弄小動作 為什麼 再拉回來 因為他一定有儲糧五千到八千分 那個霸糧團體 然後你審查 當然我認為會過 如果不過的話 他第一個 他有兩個救命的先單 第一個把儲糧 過冬把儲糧拿出來 你到底剩多少 舉個差三千分好了 他有五千到八千 更可怕是什麼 你知道這個選罷法是可以怎麼樣 你可以十五天可以再聯 可以補件 就你送去啦 就審查一個月以後 然後可以補件 那補件會補很多 我記得那時候我爸林常佐 差三千票吧 結果怎麼樣你知道 我們擺攤子 要發生一個超奇異 無法相信的現況 那個時候 因為那時候柯文哲推波助軟 大家很恨民進黨 很討厭 就以各位假賽 林常佐給柯文哲 那結果結果怎麼樣 擺攤子出來 以前都老人家臉 摩巴桑臉 那結果一大堆年輕人臉 你知道 就那十五天擺攤子 那擺了五天 就弄滿了 那時候柯文哲的名氣還蠻高的 被人家 跳去吃死不高興 不高興 對 因為他公開講 他覺得說被羞辱那些小草 覺得他們的組織 就來 你知道都是 然後呢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有這兩個 還有這兩個武器 那到頭來 你沒搞他 然後投票了 跟搞他 投票了那是不一樣的 仇恨只是差很多很多 所以正常來 然後呢 我覺得錯的地方 也緩夾一下 也跟市民道個歉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F4來 然後就是仇恨值太高的 要不來 你自己去決定 我認為F4最有用了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 還是要回到陸軍 在不犯法的情況下 就盡量補助啊 什麼 動員 因為漂漂陸櫃 很重要 空戰是一件事 民調是一件 最後漂漂陸櫃 因為你最大的 主場優勢 你是市長嗎 我發現你之前都分析說 一定要有白的票 你現在沒有講白的耶 就是國民黨F4出來就夠用了 繼續 白的很重要 我要講 白的 白在基隆 大概八萬 他們我們大概開個八萬出頭 他們七萬五 多個五六千票 我說藍比綠大一些 然後白呢 白有五萬八 可是白已經 不是以前的白了 白繽紛速度 第一個 跑到綠 第二個 一些跑到來 第三 不投票了 就冷感 他本來這些小小小朋友 就對政治冷感 然後 然後加上柯文哲的號召 所以柯文哲此時此刻 不是白虎湯喔 是客補喔 大補完喔 所以謝國良要邀請 找他的副市長 要 要找柯文哲 去找柯文哲來站台嗎 最後 加柯文哲F5好了 最後一場 就最後投票前 不是要照大造勢嗎 一個天 早上八點起來投票 所以我認為出來 要搭配一個黃國昌 黃國昌不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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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講 你怎麼這樣 黃國昌去投票 保證過百分之二十五 你知道嗎 對 你們這些想害死謝國了 然後 然後我覺得不要太激情的那種對話 惹怒對方 因為投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你看那個 剛剛那個瑞德講那個沒過嘛 對不對 那個岳母揭發他 有外遇生小孩 那個 就是投票真的不容易 因為好 再拉回來 那我會投多少票 我關鍵 輸贏差幾 我這位差兩三千票 罷免跟反罷免 好 那白會投出一萬多票 要多拿一些 白 最壞的結果 最好結果 你他沒 你bub不掉他 就是藍都投了 然後綠 我認為也基本會出來投 好 然後呢 然後所有的藍都沒有人要罷免他 那白的話 六比四 幫他多一點 這個就安全過關 那不好的結果是什麼 你知道嗎 藍 淺藍 還有一點出來投 有點像高雄 有些淺藍去投了韓國瑜 這最壞的結果 先談自己的本命區嘛 再談白 然後他還比較多 然後綠的全部出來投 這樣會被罷掉 所以這種操作意識形態 跟仇恨值 跟基層的不惱怒空居 而基層的扎扎實實的 定牌裝是最重要的事情